最甜美的Morning Call 小湯元要来帮大家读读报 我们先看到日本三一福岛核灾 已经届满十周年 那台湾的能源政策是再度的引发论战 蔡英文总统昨天在民进党中常会 听取能源转型报告之后 首度对核四还有藻礁公投等议题强调 最近重启核四的声音又出现了 蔡英文说他要明确的告诉大家 核四绝对不是选项 那蔡英文说 社会对三接战议题有不同的意见 但他要强调能源转型是共同的目标 这不是路线之争 那天然气和藻礁是减煤减空污和保育之间的权衡 是环保和环保之间的选择 请大家不要相互攻击 不要相互伤害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 藻礁公投是引发了能源短缺的危机 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 昨天就表示了 藻礁公投即将成案 那一旦通过的话 台湾将会面临缺电的危机 那政府应该要超前部署 公布全国能源供需报告 以及减碳时程的储备政策 并且考虑重启核能发电 那工总的秘书长蔡恋生则是认为 产业所担心的并非是电价昂不昂贵 而是供电稳定不稳定的问题 那再生能源包含了离岸风电太阳能 都会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得比较不稳定 那核电是属于干净的能源 是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打炒房 政府再出重手 为了要防止投资客炒房 新政院会讨论了所得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针对现行持有房屋土地一年内 即进行买卖的人要克45%的重税 修法延长为两年 那原本持有一到两年及出售者 克税35%的规定 也是延长到持有年限两年以上到五年 那修法也纳入了法人比照个人 持有期间级税率的规定 全面防堵法人炒作短期房市 那消息一出 建商就担忧了恐怕成交量会锐减 出现房地产最黑暗的时期 不过学者都是赞成修法的认为 加税有抑制房市投机 避免短进短出的状况 但是仍然需要服役囤房税的配套 好 再来是大家很关心的议题 到底疫苗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打呢 我们台湾上周取得了首批 11.7万剂的AZ疫苗 那等到完成检验封间 就能够开放优先对象来接种 初步排定每人先接种一剂 有机会下个礼拜三就开打 那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日前呢在线上的研讨会中就指出 新冠疫苗将分为3月6月和9月 这样子三个阶段来施打 那其中3月是开放给低线的医事人员 6月开放给65岁以上的长者 那9月起是全面开放公费对象 卫副部长陈时中 昨天在例行的记者会中 他就表示 首批到获得AZ疫苗已经通过了 食药署6项检验 等到最后一项无菌检查完成 就能够取得封建证明 那媒体就询问是否有机会 在下个礼拜三开打呢 陈时中是回答 如果这个是问有没有机会的话 他说当然有机会 好所以等到我们打完了疫苗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开启旅游泡泡呢 台湾现在在跟帛琉啊 持续的协商洽谈旅游泡泡实施的细节 那疫情指挥中心昨天是表示 大方向已经谈定了 初步规划民众回国后 仅需要踩5天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后 再进行9天的一般自主健康管理 但是对于旅客入境帛琉时 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裁剪 双方是还没有谈定 那除了帛琉将率先启动旅游泡泡 其他国家也有望陆续展开洽商 交通部长林佳龙昨天是透露了 交通部观光局和新加坡 日本韩国越南都在洽谈当中 那其中是以新加坡最积极 陈时中就说了 振兴旅游是交通部主管的业务 由交通部来进行相关的接洽 到一定的程度 才会回报给指挥中心 那目前其他国家都还没有开始讨论 好再来我们要看到 是白宫发言人沙琪 在9号的时候在例行记者会中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12号将与日本 印度和澳洲的领袖 来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议 那预期呢在会中将会谈到 应对新冠肺炎 经济合作还有气候危机等 一系列相关的议题 不过沙琪哦 在谈到可能讨论主题的时候 他是并没有提到大陆 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他也说四方安全对话是着重在共同利益建立合作模式 并非要跟这个任何单一挑战啊 或是单一的竞争者有关 那四方安全对话首场呢 线上峰会将会由拜登来主持 日本首相菅义伟 印度总理莫迪和澳洲总理莫里森都会参加 那金融时报报道就说了 拜登选择以四方安全对话 作为他首场主办的峰会 凸显了拜登希望重整四方会谈的架构 作为对大陆政策的一环 好所以我们持续要来看到 中共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与这个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传出将在近期要去阿拉斯加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还有国安顾问苏丽文 举行中美2加2高层的会晤 但中美官方呢 在10号对此消息呢 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分析都指出两会过后 向来都是大陆领导人 进行外交出访的高峰期 那这次会面如果成行 双方的官员可能将为拜席会铺路 不过白宫发言人沙奇 他在10号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被问到有关阿拉斯加会议的报道的时候呢 他是说他对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向各位报告的 那总统拜登已经在2月10号 和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 他说呢是期待双方有机会可以接触 但是目前还没有敲定任何的详情 好那同一时间呢 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0号主持记者会的时候 他也讲到这个会面的消息 他就说呢习近平主席已经和拜登总统 在农历除夕成功通话 那双方是同意中美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不过关于这个会面的具体问题 他也是说目前没有更多的消息 可以提供给大家 好以上就是这节的读报提供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